嗨大家好我是三妹 今天三妹给大家讲的是穿越题材的电影《欲宠江飞》 男主和兄弟郝健哥一起跟团旅行 没想到中途突遇一只神龙在闹腾 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竟然穿越了 周围是亲一色的姑娘 这不就是梦寐以求的女澡堂吗 然而没等两人反应过来 大批的侍卫就赶过来了 为了逃避追捕 他们只好男扮女装成宫女 这嫖娇女眼神估计不太好 竟是没认出来 只是感觉这两宫女拉低了整个王宫的颜值 好心劝他们以后出门一定要记得带妆 千万不要吓唤了花花草草 为了充实王上的后宫 宫女们都聚集在孔雀台上等候挑选 那些个夜毛长道盖过腿毛的 脖子上猴杰太突出 明显是男扮女装的奇葩们 一一都被打发走了 至于男主两人 则因为疏远娘娘的到来而赞逃一劫 娘娘问了个很奇葩的问题 请问午夜兄林的女主角是谁 毫无疑问这个问题难倒了所有的宫女 一聘孤雲中只有好剑哥回答了上来 没想到这家伙长得臭还这么高调 事后他免不了被其他宫女羞辱了一顿 幸亏及时收到疏远娘娘的传唤 原来这娘娘也是从21世纪 穿越到古朝鲜的 而且无巧不成数 说起她的真实身份 还是男主两人从小玩到大的哥们 好大胆 不过当时穿越的时候出了点小插作 导致她变成了女儿身 第二天贴身丫鬟长惊发现 娘娘怀孕了 好大胆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一个大男人会怀孕 只想找个机会赶紧打胎 否则一时英明就毁于一旦了 第二天她和王妃一起主持宫女选秀 所有宫女必须保证 额头上的水一个时辰不洒出来 那些长得颇有姿色的 一个个都经不起考验 到最后竟然只剩下男主和好剑哥通过 长成这损丫 肯定得不到王上的恩宠 王妃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心想着要将他们带回宫里 亲自调教 然而中途却被公主掳走 这公主每年都要露妃子 告得王上没人可以宠幸 干脆自暴自弃 整天在那摆弄大明朝赏赐的指南车 连国色天下的王妃在身边骚手弄姿 她也置入网文 男主和好剑哥先后被送进公主的整形间 出来时已经彻底盖头换面了 不过导演再能走点心不 这不就是换了身衣服 拜了个造型而已吗 跟整形有什么关系呢 不过呢 这个造型却让公主十分迷恋 而王上看到这两个奇葩 顿时大惊失色 直接向他们伤给玉扇房了 玉扇房是王妃一派的 两人被这边的宫女各种苍无人道的虐待 中途男主又被公主带走 公主显然已经被她的美貌所折服 准备尝尝小鲜肉的滋味 多亏场景及时救下了她 另一边 娘娘和好剑哥发现了穿越回去的办法 原来一切秘密都藏在那辆指南车上 不过指南车已经赏赐给了王妃 娘娘本想和王妃进行友好交易换取这玩意儿 没想到反中了对方的奸绩 被诬陷和敏将军淫乱后宫 两人都被丢进了大牢 男主党人救出了他们 一行人刚走出王宫 朴将军就带着王妃的指令 前来捉人 中途公主奔下了一次 美人救英雄的 岂知朴将军并不吃这一趟 直接一下翻上 而男主一行人也被逼入了绝境 接着镜头一转 王妃带着大批心腹 气势汹汹的准备逼宫 这时男主他们竟然又出现在了王宫 经过一番乱七八糟的打斗 敏将军也秒杀了朴将军 接下来就是各种神异般的反转 原来王妃和王上 分别都在对方身边 暗插了不少的卧底 就连御膳房的大妈们 也是深藏不漏的高人 正是他刚才在关键时刻 救下了男主等人 王妃大势已去 被押入了大牢 而所有人不知道的是 长津其实也不是一桩擅长 没想到他也是隐藏的高手 三两下就将王上按倒 原来当年为了抢侦探入宫 杀害了他父母 没想到王上见了他的丑模样 又万分嫌弃 这简直太扎心啊 从此他发分图想 练成绝世武功 这些个世卫加起来 也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最后男主吃下了大公丸 并且以多欺少 最终将他支付 就在男主他们以为 事情终于平息 准备乘坐指南车回去时 以后一个反战来了 命将军一脸杀气的 出现在面前 原来他其实是常见的师父 准备为他报仇学恨 危急关头 一行人触发了指南车的机关 召唤了神龙 可是这神龙飞的方向 好像不是要回现代呀 真相如何 只能等第二步来提示了 作为一部网络电影 这一部水转其实挺高的 当然要忽略掉 神龙那五毛钱的特效 影片中有不少 无厘头的笑点 相信大家会喜欢 好了 今天三妹就说到这里 喜欢的话 记得关注我哦 안녕 摩摩大 前面 第一站 大人 都是 都有